以下就来为您播报美国之音这小时的国际新闻 有消息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将在星期一早晨纽约股市开盘之前宣布破产 那么有关这一消息的报道是星期天公布的 报道引述了没有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 此前通用公司大多数债权持有人说 他们支持让他们在公司改组后拥有股份的计划 如果这家陷入困境的美国汽车业巨头宣布破产的话 那么通用汽车官员和奥巴马总统计划分别于星期一举行记者会 讨论通用汽车公司的前途和政府为让通用公司继续经营所做出的努力 政府高官星期天晚间说 他们希望通用汽车公司能在60至90天内重组 有关官员说重组的通用汽车公司将需要每年销售1000万辆汽车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而此前通用汽车公司每年则需要出售1600万多万辆汽车才能不亏钱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星期一在北京对学生 学术界人士以及政府官员说 在美国中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努力下 全球经济衰退的势头看来正在减弱 盖特纳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时说 华盛顿和北京取得成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前景将是至关重要的 盖特纳还说 尽管美国在经受严重的经济危机 但是北京对美国联邦债券和其他资产的投资将是安全的 盖特纳还表示 他对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将从 将来从破产恢复为盈利的私营实体持乐观态度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 他乐见与古巴同意恢复与美国在移民和直接通游方面的对话 希拉里克林顿在抵达萨尔瓦多后 于星期天晚间发表上述讲话 他星期一将在那里参加萨尔瓦多总统的就职典礼 希拉里克林顿表示 美国政府致力于采取新的方式发展与古巴和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关系 他还说 美国将会继续向古巴政府施压 要求古巴保护基本人权 释放政治犯以及向民主改革方向迈进 早些时候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曾表示 古巴星期六同意了美国提出的重新启动有关移民问题的谈判 美国和古巴上次有关移民的谈判是在2003年举行的 那么这位官员还说 两国政府还计划讨论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毒品走私 伊拉克警方说 星期清晨在首都一个菜市场发生了炸弹爆炸 造成4人死亡 至少13人受伤 这个菜市场位于巴格达南部的多拉城区 那里5月21号曾经发生炸弹爆炸 炸死了3名美国军人和12名平民 很多人受伤 伊拉克政府部长星期天说 伊拉克5月的平民死亡人数下降了新低 伊拉克政府宣布 5月有134名伊拉克平民丧生 比4月大幅减少 据报4月有355名伊拉克平民丧生 自从伊拉克政府开始记录平民死亡人数以来 5月的死亡人数是最少的 伊拉克目前面临压力 要在美国战斗部队6月30号撤回基地的最后期限到来之前 显示其有能力保障本国的安全 韩国总统李明博 以及十位东盟成员国领导人 星期一举行为期两天的首脑会议 进入东盟20年的合作关系 大约有5000名警官在和韩国观光圣地几州岛 举行的首脑会议现场进行保卫 据韩国的韩联社报道说 驱逐舰以及巡逻艇被部署在几州岛周围 一个地对空导弹对射器 以及侦察化学武器攻击的装备被安置在会场附近 据说首脑会议将集中讨论促进多边合作 以及建立一个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联合阵线等问题 韩联社引述泰国总理的话说 与会者也计划发表一篇联合声明 敦促北韩避免进行挑衅并尊重联合国的制裁 好了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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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